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悬崖边的对决古巴导弹危机 2.星光背后的阴影伊朗门事件 3.冷战的中章柏林墙的倒塌 内魔,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悬崖边的对决古巴导弹危机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全世界都选在一根西线上的时刻 古巴导弹危机 这是一段历史,它比好莱坞大片还要惊心动魄 而且,我敢打赌 导演们都希望他们能编出这样的剧本 1962年,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在一个遥远的加勒比海岛国古巴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悬崖边对决 想象一下,两个穿着西装的绅士 手里拿着装满核弹头的手提箱,互相瞪眼 就像两个顽固的孩子在比赛谁先眨眼一样 只不过,这次如果有人眨眼 可能就是全人类的灾难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领导人尼吉塔·赫鲁晓夫 想在美国的后院,古巴,安装核导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好着意 可以平衡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 而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则像是发现邻居家的狗在自己的草坪上方便一样 感到非常不爽 美国发现了苏联的秘密计划 于是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 阻止更多的导弹运低古巴 这就像是在告诉赫鲁晓夫 嘿,伙计,你的派对邀请被拒了 然后,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的13天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紧张的两周 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 通过各种秘密和公开的渠道沟通 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期间,两国的军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核战争的威胁从未如此真实 最终,双方都稍微退了一步 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古巴的导弹 而肯尼迪则承诺不入侵古巴 并在稍后秘密撤走土耳其的导弹 这就像是两个孩子最终决定分享玩具 而不是互相打破头 这场对决的结局是 世界避免了核灾难 但也让人们意识到冷战的严峻现实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美国和苏联开始寻求更稳定的关系 包括签署部分核试验禁止条约 以及后来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所以,古巴导弹危机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它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在悬崖边跳舞 然后惊险地退回安全地带的故事 而我们,作为后来的观众 只能对那些在世界末日边缘 进行博弈的人表示敬意 同时庆幸自己 不用在那样的压力下 决定午餐吃什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光背后的阴影伊朗门事件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好莱坞电影也自愧不如的真实故事 伊朗门事件 Iran Contra Affair 这个故事里有秘密交易 国际阴谋 政治丑闻 简直比汤姆 克鲁斯的谍中谍还要刺激 首先 让我们的时光机回到1980年代的美国 那时候 美国总统是罗纳德 里根 一个演员出身的总统 他的政府就像他的电影一样 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转折 故事的主线之一 发生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那里有一群叫做反对派的武装力量 也被称为反沙宾塔斯 Contras 他们反对当地的左翼政府 里根政府非常不喜欢这个左翼政府 所以他们决定给反沙宾塔斯提供支持 但问题来了 美国国会说 不行 我们不允许用政府的钱去支持这些人 这就像是你的父母不让你买糖果 但你还是偷偷地想办法买 另一条主线发生在中东的伊朗 那时候 伊朗和伊拉克正在打一场战争 美国公开是不支持任何一方的 但是 伊朗有些人质被恐怖分子扣押 美国想要释放这些人质 同时 伊朗需要武器 于是 美国的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偷偷卖武器给伊朗 然后用那些钱去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沙宾塔斯 这个计划听起来就像是你在玩一个非常复杂的桌游 而且你正在作弊 但是 就像大多数作弊的情况一样 总有一天会被抓包 1986年 这个秘密交易被媒体曝光了 整个美国都震惊了 这件事情被称为伊朗门事件 因为它让人们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水门丑闻 里根总统在电视上对美国人民说 他对这件事没有完全了解 这就像是你被抓到手里拿着糖果 然后说 我不知道这糖果怎么来的 当然 很多人不相信它 最终 这个丑闻导致了几个高级官员辞职 有些人甚至被定罪 但是 里根总统本人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他的人气 甚至在事件后不减反增 这就像是电影里的主角 无论他做了什么 观众还是喜欢他 伊朗门事件 是一个关于权力 秘密和谎言的故事 它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课程 在政治的兴奔背后 总有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阴影 而且 不管你多么聪明 总有一天 真相会浮出水面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 真相是不会长时间被埋藏的 它就像油一样 总会浮到水面上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的中章 柏林墙的倒塌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 回到那个充满紧张气氛 但又不失戏剧性的历史时刻 柏林墙的倒塌 这不仅仅是一堵墙的倒下 更是冷战时期 意识形态对峙的一幕大落幕 想象一下 这堵墙不仅分隔了一座城市 还分隔了两个世界 东西方的对立 几乎就像是两个顽固的邻居 一个喜欢摇滚乐 一个只听古典音乐 互不相让 柏林墙的倒塌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壮观的 Bose 时刻之一 1989年11月9日 东德政府试图平息民众 对更多自由的渴望 于是宣布了一项新的旅行政策 这本应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新闻发布会 但东德政府发言人古特尔 Gunter Schabowski 显然没有仔细阅读备忘录 当被问及新政策核实生效时 他有点糊涂地回答说 据我所知 立即生效 这就好比你告诉孩子们 圣诞老人要来了 但是忘了告诉他们 要等到12月25日 结果 东柏林的居民 蜂拥至边境 要求过境到西柏林 边境守卫们 被这突如其来的人潮 搞得措手不及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 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指示 最终 在人群的压力下 守卫们无奈地开放了边境 这一幕 就像是电影里的高潮部分 只不过导演是历史 演员是真实的人们 随着墙的倒塌 东西柏林的居民欢聚一堂 庆祝着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他们用锤子和枣子 敲打着这堵 象征着压迫的墙 仿佛是在参加一个 巨大的城市破冰派对 这不仅是物理上的墙被拆除 更是心理上的障碍被打破 柏林墙的倒塌 标志着冷战的实质性结束 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世界迎来了新的可能性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历史有时候 就是由一系列意外和误解 叠加而成的 而且 它还告诉我们 无论是多么坚固的墙 最终都抵挡不住人类对自由的渴望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堵墙时 不妨想想 这堵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它可能不仅仅是一堵墙 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而柏林墙 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三个历史时刻 古巴导弹危机 伊朗门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 这些事件都是冷战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它们充满了紧张 戏剧和意外 虽然这些故事有些让人紧张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古巴导弹危机教会了我们 即使在世界末日边缘 领导人们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在悬崖边跳舞 然后奇迹般地退回安全地带 这告诉我们 即使面临困境 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伊朗门事件是一个关于权力 秘密和谎言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政治的星光背后总有阴影 真相总会浮出水面 无论我们多么聪明地试图掩盖它 这个故事也教会了我们 即使是最高层的领导人 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 它象征着人类对自由的渴望 这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坚固的障碍 最终都会被打破 这个事件也是一个提醒 历史是由意外和误解所塑造的 我们不应忽视这些细微的变化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领导人的决策和人民的力量 他们塑造了世界的未来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向那些在历史的舞台上博弈的人们致敬 并庆幸自己没有在那样的压力下做决策 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觉得这些事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历史时刻的意义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